十 这幅画名为《侧卧的裸女》 是意大利画家莫迪利亚尼 在1917年到1918年之间创作的油画 阿梅戴奥莫迪利亚尼 是表现主义画拍的代表艺术家之一 尽管如今他的遗作价值不菲 生前他却过着贫穷潦倒的生活 这位一直饱受饥饿折磨的艺术家 和梵高的遭遇几乎一模一样 莫迪利亚尼从小就体弱多病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仍在忍受贫穷与疾病的煎熬 人们后来得知 他是用作品到餐厅换取一日三餐 这位艺术家与肺结核疾病的抗争 长达二十年之久 最终在三十五岁时因病离世 莫迪利亚尼对于女性肖像的处理 明显带有感性和温柔的情感 他以女性为题材的作品 占了绝大多数 在莫迪利亚尼作品的收藏中 博物馆和常家们 有着鲜明的价值取向 最值得收藏的是裸女 其次是女性肖像 再其次是小孩以及男人的肖像 物以稀为贵 莫迪利亚尼一生只创作了约三十幅裸女作品 占作品总数不到百分之十 而且大部分都被博物馆收藏 侧卧的裸女在2015年纽约加士德进行拍卖 现场竞拍共持续九分钟 五名买家竞争该画 经过长达九分钟的PK 该画最终以1.704亿美元拍出 落入一位神秘买家之手 拍卖行并未对外公开买家的身份 但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买家为中国亿万富翁 上海收藏家刘亦前 刘亦前与妻子王威 创办了上海两家最知名的私人美术馆 龙美术馆 股东馆 和龙美术馆 西岸馆 刘亦前是中国众多豪气充电的亿万富豪之一 他十几岁时就离开学校去卖皮包 还在上海当过出租车司机 90年代他通过炒股发了假 之后就一直热衷于艺术品投资 排名第九 阿尔吉尔的女人是西班牙画家巴伯罗毕加索创作的系列油画 毕加索一共创作了15副阿尔吉尔的女人的油画 并从A到O分别为他们进行偏好 拍卖的这个O版是该系列的最后一幅 这幅画是他根据德拉克罗瓦同名画作而创作的 毕加索的第六位情人弗朗索瓦吉洛 曾在他196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 描述了毕加索创作的情形 毕加索常和他讲起他改编阿尔吉尔女人的事 大概每个月都会带他到罗浮宫 去研究原画至少一次 《阿尔吉尔的女人欧版》 是此系列的收官巅峰之作 经过两个月成百次的纸本探索 和14副其他油画作品的铺垫 这幅非凡的杰作在1955年创作完成 所有15副阿尔吉尔的女人 都是由维克多和沙利钢刺夫妇收藏 2015年在经过11分钟的激烈竞价后 这件作品在纽约加斯德拍出1.79亿美元 打破当时世界拍卖价格纪录 买家传说是卡达尔前总理哈马德 但是加斯德否认了这个谣言 伦伯朗是17世纪荷兰画派主要人物 被誉为荷兰史上最伟大的画家 这两幅肖像画是伦伯朗年仅28岁时 受邀为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对新婚夫妇创作 画中人物分别是新郎马丁·索尔曼斯 和新婚妻子欧本·科比 新郎马丁是阿姆斯特丹贵族 他是安特魏普富商的公子 当时这对新人支付给伦伯朗的费用 是500荷兰顿 在17世纪的荷兰 100荷兰顿就能买到一吨黄油 这幅画是伦伯朗的第一幅全长笑笑画 这两幅名画先前一直由画中的夫妻收藏 直到他们离世后 辗转至其他荷兰斯人厂家手里 一直未被分离过 1877年 他们被号称地球上最富有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买下 并带到法国一直珍藏至今 在长达四个世纪的时间里 这两幅剧作一直为私人所有 只在1956年在公众面前短暂献身过一次 荷兰国立博物馆一直通过各种渠道 打听这两幅画的消息 并希望早日将他们带回荷兰 2016年 他们终于等到了机会 罗斯柴尔德家族终于愿意把这对夫妻出售 但是定价却高达1.6亿美元 面对资金有限 又不想让这样的艺术汇报再次被失常的情况 荷兰国立博物馆与法国罗夫公上演了双剑合币 两方各筹得一半的款项 一起买下了这两幅剧作 至此 这座被私人珍藏了400多年的艺术汇报 终于回到了公众的使用 那么这两个国家要如何分享这对夫妻呢 该油画先在荷兰国家博物馆展出5年 5年后在巴黎罗夫公展出 再往后将以8年为周期 在荷兰和法国之间轮流展出 目前这对夫妻住在法国罗夫公内 待疫情管控解除后 大家可以到法国罗夫公拜访这对夫妻 排名第七 Wasser Slangen 2 英文翻译是Water Serpents 2 中文翻译为水蛇2 是奥地利艺术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 1907年创作的油画 他也是水蛇1的后续绘画 制服画以一群女性为题材 描绘妇女沉浸在情欲洪流中的雨水之欢 画中一共有4条水蛇 我们可以在前景中看到最主要的两条 另外两条在作品的右上角出现 但只能看到他们的头像 由于当时同性恋是被禁止的 克里姆特就将妇女伪装成神话人物 但他真正的目的是秘密描绘 对雷斯边挑战道德底线的放纵 克里姆特将主角正向观看者 发出极具挑逗的眼神 明示着他们正处于舒爽的状态中 这幅画最初的拥有人 是犹太人珍尼斯坦纳 在纳粹的威胁下 他于1938年被迫从维也纳逃亡到葡萄牙 这幅画后来被纳粹窃取 像许多其他被窃取的名画一样 这幅画后来被送给纳粹党员作为奖励 当时他被拿来送给了纳粹电影制片人 古斯塔夫·乌西基 讽刺的是有传言称 乌西基是克里姆特的许多私生子之一 1961年乌西基去世 他将画留给妻子厄修拉 2012年 厄修拉将这幅画交给苏富比拍卖行负责出售 由于这幅画仍被认为是失窃的艺术品 因此厄修拉必须与该画的合法拥有人 珍尼斯坦纳的继承人达成协议 以便获得该画的出口许可证 该协议是以以色列民族团结基金会调解的 该协议规定 收益将在厄修拉与继承人之间 按5050分配 同年这幅画以1.12亿美元的价格 卖给了臭名昭卒的艺术经纪人伊夫布韦耶 这意味着每一方都收到了约5600万美元 有别于不少艺术名家 柯林姆特画作的市场价值比较难在拍卖中体现 因为他在私人收藏中的顶尖作品 大多都以私人洽购的方式成交 2015年 这幅画以美金1.7亿 卖给了一位神秘买家 卖家为俄罗斯化匪大王 雷波诺列夫 传说这幅画是在某位神秘的卡塔尔公主的私人收藏中 可惜的是 交易完成后 他不再供公众观看 至今也没有这幅画的终极 排在第六名的名画 正巧就是称为第六号 第六号 紫罗蓝色、绿色和红色 是美国抽象画家马克·罗斯科 在1951年创作的 他由大片不均匀和朦胧的紫绿红色的阴影描绘而成 罗斯科的作品 尺寸巨大 色彩微妙 边缘模糊不清 色彩之间相互笼罩和晕染 造成明语暗 灰语亮 扔晕暖 他将色彩融为一体 产生某种幻觉的神秘质感 第六号 原本是臭名昭著的艺术经纪人 伊夫布韦耶的商品之一 上一篇提到的俄罗斯亿万富豪雷波诺列夫是俄罗斯的化肥大王 他热衷于艺术品拍卖的投机活动 2014年韭菜老雷波诺列夫以1.4亿欧元的价格私下从伊夫布韦耶手里收购了他 然而韭菜雷后来得知 布韦耶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位买家身上以8000万欧元的价格购买了这幅画 而不是简单的作为经销商 然后再以1.4亿欧元卖给自己 另外布韦耶曾于2013年向他出售了两幅毕加索的贼赃画作 但他否认自己与这两幅画的盗窃事件有任何关系 薪酬加旧恨 2015年韭菜雷对布韦耶提出了刑事诉讼 指控布韦耶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 虚假陈述了38笔交易的购买价格 从而骗取了他10亿美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